繼續來看時間以期 富裕頂會民兵經過三黨的努力 合照將近一百位退役的海軍六戰隊關兵 特別來組織在港以期海軍六戰隊 佩奧協會在集合基盤選擇台會 因為來中醫副組織社區 優惠行作為主要的進行蹤跡 要來幾位包括 伴侶織家庭的資歷 不用費的勢力矯正 關懷特區頂部的機閣後部 又有行列進山進拐的大隊 在修後跟環境 以實際行動來丁田因愛家愛國的情懷 海軍六戰隊的隊伴鄉特匯長 氣氛勝大量中 也正式三百分之完 總共一百人的江義士海軍六戰隊 提侯協會正式行列 一手崔山江義士海軍六戰隊 提侯協會的江義士富裕頂貴民兵 經過三黨的努力出錢又出爛 中醫合照將近一百位 退營的兄弟共同的島嶼 未來除了聯絡後上之間的感情 今要以關懷社會來作為主要的努力目標 我們非常謝謝今天立臨的貴賓 包括我們的議長 蕭淑麗議長 以及我們海軍六戰隊的上將 中將 少將 以及指揮官都有立臨會場 在這裡我們除了成立海軍六戰隊 退伍協會以外 我們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從事一些弱勢團體的服務 以及淨灘 淨山 以及我們陸戰隊的聯誼 所以我們陸戰隊退伍協會的成立 是一個唯一的宗旨是要服務社會 我們在這裡呼籲啊 因為現在的景氣不太好 希望有一些弱勢團體 如果有需要我們海軍六戰隊來服務的 請跟我們的聯絡 我們都知道我們郭部議長 那麼他可以說為人非常的海派 那麼也廣結善緣 非常有人格的特質跟魅力 所以我相信由他來帶領我們海軍六戰隊 一定能夠再創我們六戰隊的精神 今天海軍六戰隊 退伍協會沒有很幾位 伴侶就是家庭租路的勢力矯正 關懷獨居頂培去到服務 伴侶老人醫療保険服務 也有信領 政策政策的情結大隊 定期伴侶守候三合的活動 它是這個行動 來典現到海軍六戰隊的地方 愛國愛鄉的情懷 西新新聞 中共民王小宣 今天蔡宏報導